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0号了 整整的我们已经是游戏的第60天了 今天有个新的东西 充值语言赠送20个 然后就可以分牌子 翻到最上面就可以领奖励 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影 就是有的人喜欢抽烟 有的人喜欢炸冰牙 我有什么影 我就喜欢喝果汁吃水果 我就觉得这个我挺享受的 这两天正在看书 学习一些相关的东西 买了好几本书 特别是和人物经历有关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讲人口的 就是人口下行 会有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觉得那些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宋哥你来了 真好 你一来我们就充值 你不来我们都不充的 就得你了 今天其实主要是想买一个那个648 小的时候看那个《明朝那些事》 那个小说我觉得 大家能看入笔能看进去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反正我是觉得看小说的话 他获取信息太慢了 不如说是看一些有用的 能真正提升自己的那种书 我觉得愿意看 所以单重看小说不行 不如说看个电视剧 看个动漫 他本来15分钟的这个动漫 掐头去尾 前面要播个两分半的那个 先导的那个开场动画 之后呢又来半分钟的那个上集的总结 是吧 然后再看个三分钟 三分钟看完一集 对 三到四分钟绝对看完一集 然后半月礼包 今天就是要买这个东西的 至尊礼包 648买一下 现在买立刻可以获得三天的奖励 你看 直接给了一万几分 然后超值半月选 这个东西不就可以选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 就最好 刚才是在说各位的爱好 然后我说我的爱好就是喝果汁吃水果 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爱好吗 之前可能是打游戏 因为现在对游戏这些比较痴迷 现在 来洗礼之后就戒了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已经戒了多半年了 怎么还是会玩这个游戏 现在可能就是去泡巴吧 因为真的 他太年轻了 所以这个喜欢泡巴 像我老了 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现实是买西瓜的 648才能买1500个西瓜 是吧 这个还是买 这个还是挺麻酸的 是的 还可以 收集一些可以抽个爽的 走你 奥斯卡给了一个 金币抽这个太奢侈了 真的 但是这两天 冲的确实有点太多了 这里的古龙 古龙终于是二星了 这个怎样买啊 各位 买一下 今天是猪六 给大家奢侈一把 还算划算的 然后现在这个钻石 其实也富裕了 我们稍微抽一下 只要能培育一朵花 它是27000的 但是才能有100抽 100抽还不一定能出 我们今天就花个1万赞吧 紫珍珠 已经花了1万了 最后再花一点点 然后之后呢 我想充一个这个30 这30给3000的这个金帝石 还是比较好的 反正前123 奖励都挺好的 特别说这个第一给10个金币 但是前123 都是给一个光暗 性灵碎片 这个其实都挺好的 直接开始召唤 今天给了一个奥斯卡 其实有了奥斯卡 就是可以给他们升级的 二名 祝祝亲也可以啊 这个也是需要的 石神也很棒 补充一下我们火系短板 从小天拉齐 一边去 四学 狗粮 唐绍狗粮 这个二名 他不应该那么肉 这个高级石碗 其实不应该给他的 这两个换下来 换成这家伙 好 这样的话 他一下子就变得很肉了 你看现在是210万的血 卸下的话 少了十几万血 哇 出去战役也还行 但是这边的话 高级减速 高级驱散 就不太行了 新鲜一下 今天这个游戏就先到这吧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 本年度最后一天 12月31号 开服第61天 晚上12点呢 就不陪大家跨年了 毕竟这个跨年的节目那么多 然后刚好升到了100集 挺好的 这个30块钱 怎么会有个磨精礼包 成神后 通过现实活动可以获得 现在就到100集 就有这个东西了 这个30块钱给一个 然后这边648 给30个 如果是按30块钱一个的话 这个应该是卖900块对吧 他只卖我648 就证明什么 就证明这个30块钱 自己发散 好 欢迎小仓 然后这里再就是购买一下 今天别的好像 没什么特别想买的 真的 因为昨天花了很多钱 把这两个礼包给弄完了 怎么又来了个小龙 这个比喻也是形象传神 相当于是我们7里有很多主播 现在主播越来越多 这本来是好事 7里主播多了之后 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一些新主播 不能都交给独独来培养 对吧 培养不过来那么多 所以我们内部做了分组 我一组 我归还一组 陈希一组 每个人培养些主播 然后有的主播 他也就是阿拉洞 顺便提携一下 这里今天我们可以抽荣荣了 来试一试吧 这是我每天抽一点 这个钻石其实不够花的 主要是今天给了绿千钻石 不然这个钻石没有那么多 我是19年就开始戴肯 玩这些游戏了 然后现在还欠了很多很多钱 所以这个东西 你说我赚到钱了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赚到很多钱 但是很多钱 那个流水花出去的 你又没有计算 人总是既吃不计打 是吧 我赚到好多钱 不记得我花了多少钱 是吧 哇 这我刚才 不是吧 就有那么多次抽荣 今天跨年 今天现在正在跨年 正在跨年 我们先负责第一波接力 第二波接力 就交给央视总裁就可以了 现在也没有联盘晚会 但是跨年晚会是有的 肯定有 我看好多卫视之类的 还有好多平台 都组织了这样的活动 比如守护战 它也组织了 但是我对于那个东西没有兴趣 不可能是年纪大了 年纪越大就越想 看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比如说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对吧 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年轻的时候不会理解 理解不到这层意思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 对吧 到底是为什么呢 然后就想研究这些东西 没有人可以激动 你失败的原因是我不个人 我是一个在丢咬 是唯一不会错 魂长这里可以买一个 你看128 罗刹赠礼 这个还是先买一下吧 因为这个东西 不仅是这个排行榜 我能进 运气好 我能进前十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 你看给了七个 这一下子 来上班的路上 看到旁边有个 穿黑色的小姐姐 坐在这个地铁旁 我就觉得 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原先就觉得 哇 我虽然没有这个色胆 我会想着 加一下人微信 确认一下人家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我就是没有那种冲动了 没有那个机器 对 因为我就觉得 如果是真的爱人家 你不能只看这个黑丝 就太肤浅了 但是如果看一个黑丝 那你又是大头被小头操纵了 这也不太好 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希望就说 掌控自己 因为在很多夜深之地的时候 你仍然会觉得 自己到底意义何在 就一定要做那么肤浅的人 是吧 我们先来抽 哇 这里面刚好又有这个生命 他是回去速回的多 因为队友死了 献祭给他 他就回去 他这个减伤减的越多 他将来就是回血量 就提升了 只有一次 再看一下吧 今天我抽了大概 七八十抽 一个都没有给 真的一个心面 他都不给 那真的太绝情了 先游戏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